哎 娘娘 你的身体才刚刚好 还是让 闭香来帮你吧 没事 只是帮帮忙罢了 好吧 你先去那边坐一会儿吧 我扶你 你的身子啊 还很虚弱 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 知道了 放心吧 吴臣公子来得刚刚好 娘娘的身子 好像还是很虚弱 你说我一个 好好的世外高人 如今倒成了 某人的专用御医了 多亏你了 若不是你 我只怕要死在齐国了 你该谢的不是我 而是当奸活生 他御驾亲征 我送了他那颗保命丸 没想到他却给你吃了 现在想想我还心疼呢 你知道 我身为朱雀卫护法 那可是我们朱雀一族的 保命仙丹哪 传承至今 就只剩下一颗了 我给了他 他却给了你 虽然同样是草药 可用在妙无烟的手里 就是毒药 在你的手里 就是保命丸 谁也想不到 平时一声不响的 朱雀护法 竟然是姓林高手 何止是高手 武臣公子除了医术刚明 还心地善良 长得帅 举止飘逸 怪不得皇上 把你指派在丫头身边伺候 果然口齿伶俐 心思敏捷 不过呀 别想瞒我 肯定是你们家老楚 又哪里不舒服了吧 武臣公子心言好 就是嘴巴讨厌 老楚 不 楚总管 可是堂堂的皇宫侍卫总管 怎么就愁我家的了 我 我去煎药了 皇上 参见皇上 碧香他怎么了 皇上 我看 这碧香与老楚的婚事 您还是早些办了吧 那是自然 我刚刚去寝宫找你 没想到你在这里 身子好些了 我 皇上的心中 果然就只有丫头啊 无臣 皇上放心吧 丫头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虽然现在还有些虚弱 但我想再过一两个月 自可行动如常 还是要感谢无臣 日夜操劳 救了清索的心吧 在下先告退了 还是觉得身子很乏 好多了 对了 找我什么事啊 给你看样东西 玉红 你知道这马的名字 哦 那正好 我知道你喜欢马 这是宝马的名句 我觉得你骑此马相得一张 只可惜 这马只产在骑国 我已派人悄悄去骑国 等找到这种马 就弄些魂 你我就可以骑马打猎了 亏你想得出来 这马可不是别的地方能有的 它只产在骑国 北方的一个小小山谷里 这你都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啊 因为小的时候 在骑国做质子 总想偷一匹马回到大洲 那里刚好有人在养马 所以 你 来 吃吧 来 偷马 敢偷我马 又是你 偷马贼 你干嘛总想偷我的马 爷丫头 打我吧 打你 打你就不来偷马了 打我我也来 你为什么总想偷我的马 我想回家 给你吧 给我的 不要拉倒 要 你真的需要一匹马吗 我想回家 他们打你啊 他们不光打我 还会杀了我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信就算了 等等 这匹马给你 它叫玉虹 你答应我好好照顾它 给 你还要不要 不要我就不给你了 要 就是那匹马 把我带回了大舟 带回了长安州 哦 原来 你就是那个偷马贼啊 难道 你就是那个小野丫头 谁是野丫头啊 当年 我是在无忧谷养马 清索 这一切 老天爷早已注定 从今以后 再也不要离开我的身边了 清索 谢谢你回到我的身边 谢谢 我该谢谢你 要不是 你竭尽全力去救我 只怕这时候 我已经在黄泉路上了 你哪儿都不许去 只许在我的身边 我哪里都不去 你有心事 我只是在想 四哥哥把清鸾镜给了你 他回去 该怎么对付那些官兵呢 你不必担心兰陵王 他可是七国的战神 就算没有清鸾镜 他也会战无不胜 公务不可 这怀抱 还像当初一样温暖 可为什么 我的心里竟然会这么难过呢 我真是否真是 诚哥 骆云 骆云煮了参汤 给你和夫人送了过来 不要吵醒母亲 她已经很久 没睡得这么安稳了 感谢观看 替我谢谢诸位大臣 若不是他们 我也不会活到今日 你也不会逃脱 最终我谋逆的罪名 朝中诸位大臣 现在还在立宝 不必了 从这段离伤戒那天开始 我就没想过要活着 没有小恋 我此生 无所恋 长公 你把青鸾镜交出来吧 只要你把青鸾镜交出来 就能保你性命 长公 鹿云 能帮我收收头吗 好 鹿云 帮殿下收头 鹿云 你 好 好 好 师傅 可惜 没有 金子 我 不得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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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你对我的情 我不是看不见 只不过 在我的心里 只能容下 笑脸一个人 现在 她在我身边留下的 就只有这个 我把她 我把她送给你 我把她 кстати 南陵郡王接旨吧 皇上指一下 蓝陵郡王高长公 拥兵自重 意图谋反 念及同为皇族 特赐毒酒一杯赐死 以敬孝悠 钦此 你们带我去哪 带我去哪 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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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 大牛 我 爱兴 عل 公元573年5月 蓝蓝王高长公 喝下北齐后驻高尾 赐下的毒酒身亡 十年三十二岁 你个疯婆子 你以为可以在皇宝里待一辈子 还不快滚 我儿子长公在里边 我儿子长公在里边 这里没有你的儿子 皇上放了你便是犯姓 快滚 我儿子 快点滚 我儿子 长公 儿子 长公 长公 儿子 你还真是喜欢花 原来在大司公府里这样 现在在皇宫里还这样 你不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庆祖 怎么了 没事 不知怎么这里忽然很疼 是不是救急复发 没事 谢谢 真的 参见皇上 何事 今天还是救急复发 不是 不是 啊 我 你 你 我 长公 洛宇说过 洛宇 永远都在你身边 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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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娘 娘娘今来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不舒服呀 没什么 可能是伤势还没有完全好 也不觉得哪里不舒服 兴许是皇宫太闷了 这样吧 奴婢给娘娘梳一个漂亮的法式 等一会儿皇上来了 娘娘让皇上带娘娘四处走走 心情好了 脸色自然就好了 参见娘娘 什么事啊 有人将这个盒子送到宫中 说是给娘娘的 是谁送来的 侍卫说是一位姑娘 说是娘娘的一位故人 叫风儿 风儿 她还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就说娘娘看到这个东西就明白了 风儿呢 她现在在哪儿 已经走了 娘娘 你们先出去吧 是 是 是 小怜姑娘 一别数月 执你安好 落云心里少驾安慰 长公曾说 没有小脸 生无可恋 因此 君前弃剑 背负皇宫 皇上日夜审问 长公不肯交出清丸镜 得以谋逆之罪 无礼回天 长公念念不忘小脸姑娘 将巫使戒指视为珍宝 临终前将戒指交托落云 落云乃罪人 不配保管戒指 特命风儿潜入周国 完璧归赵 落云是与长公共生死 小脸姑娘之情 来世再放 四哥可都是为了我 都是为了我 万一 万一 三 马哥 热云 兒 广 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对不起 如今 我没有办法背负着四哥哥的死 幸福地待在你身边 我没有办法背负着四哥哥的死 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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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参见皇上 娘娘呢 皇上恕罪 奴婢醒来的时候 就没见过娘娘了 皇上 皇上 快 快去找娘娘 快快快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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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娘 在心上无端敲荡 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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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去背影 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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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轮廓注痛了爱上 可惜交错的目光 忘断了天涯 唤醒了梦里的时光 这一世让思念不相 这一世让思念不相 这一世让思念 无相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给我做好吃的 好好做好吃的 我喜欢吃好吃的 我喜欢吃好吃的 原来思念 我认识你 没有 我认识你 我的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会 我认识你 可惜不得 高长宫死后四年 宇文雍率军突袭 灭掉悲戒 统一了忠情 又是一年花开花落 朕派人四处寻找 都没有你的消息 清索 你到底在哪里 皇上是不相信吴臣 能将丫头安人无恙地 带回长安城 交给皇上吗 守护天罗抵宫 乃是四大护法 及其家族的使命 也可说生而注定 朕不是不相信你的本事 朕知道 让你假扮朕 违背了四大家族的誓言 难为了你 可若朕不去 这辈子将无法面对清索 丫头在皇上心中 比江山都重要 何况一个吴臣 朕与你自小便是朋友 互为良师 互为义友 胜过同族兄弟 这份情 是他人比不了的 朕知道 以你的本事 就算朕回不来了 你也能将大舟上上下下 处理得妥妥当当 皇上命运了 皇上的旨意 无臣自然遵从 可那金庸城 金庸城一守南宫 加上高长宫五百经济 破针入城 其军士气大振 久违久攻都不是用兵之道 齐国 已增派大军攻击坟州 暴徒收复坟州 事已 朕已吩咐马将军 即日陆续撤军 援助坟州 皇上有仁慈之心 不对高长宫穷追猛打 虽说是围兵之道 实则皇上仁慌 这道圣旨 是朕的遗诏 朕把大舟的后事 都写在里面了 如果朕回不来 三个月以后 你便公布诏书 以诏书而为 皇上 怎么 无臣 你是不想担此重任 皇上对丫头情真 对大舟议后 无臣若不从命 当时心中有愧 能有你这么一位好兄弟 朕无悔了 世人都说 我吴臣公子有三张领 可他们都不知道 这份模样 才是我真正的样子 也只有这张领 才能一戎百病 能化为偏偏着实公子的脸 从我十岁那年 被大火毁了熔岩 只有你一人见过我的这张脸 无臣 这里的一切 都交给你了 能坦然相见者 也只有你一人 无臣一定不负你 什么 宇文雍居然离开了营地 是 据探子回报 大舟皇帝身体微样 迂回长安城辽养 故此 乘坐车面离开了营地 去向正式长安城的方向 周军也开始陆续撤走 眼下金庸城已解除了被围之事 算得聪明 殿下 我已得到消息 皇上已然调动援军赶来了金庸城 估计不出两日便可到达 援军这么久才到来 分明未将金庸城的死祸放在眼里 李将军 宇文雍居然会在这个时候生病 而且病倒要回长安城休养 李将军 你怎么看 以我看 宇文雍并不是会因为阵前失利 就借过逃脱的人 这不是缓兵之计 就是欲擒故纵 此中一定有诈 如果说宇文雍要脱身 还有何处比金庸城更加重要呢 去其他关卡也不对 周军已节节获胜 根本用不着宇文雍去御驾清征 长宫 苦战已过 皇上的援军不久将至 金庸城之为顿解 长宫不必担心 周国皇帝的去向 倒是洛云 有几句话 想对你说 这是表兄在你回到金庸城之后发现的 原来是在向皇上报告我的行踪 长宫 皇上早就在你身边安排了细作 这笔账我迟早跟他算的 长宫 万事小心为好 我知道你不甘心 可你想想身边的人 想想夫人 做事万万不可莽撞 我自有分寸 长宫 我知道你的不甘心都是为了小莲姑娘 你想得到天下 也是为了他 如何 我没有办法阻止你 所以我只好帮你 早在得到消息 夫人被押在叶城的时候 我就已经传递信息 给表姐宁妃娘娘 想让她打探夫人和小莲姑娘的下落 如今 那里传来了消息 说诸葛无学 已经带着夫人与小莲姑娘 离开了皇宫 糟了 诸葛无学 一定是从母亲那里 将郑魂珠骗到了手 离伤剑与郑魂珠 都在诸葛无学手上 诸葛无学 一定是趁我在金庸城 警卫的好时机 赶去天罗地宫 我马上去救他们 长宫 细作已经在郡王府 你这样闯出去的话 我自然是不怕 怕只怕会坏了你的计划 令夫人和小莲姑娘陷入危险 你有什么办法 露云早已经为你想好了 一箭双雕之计 长宫 骆云 你可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军情部署 我已经一字不落 记在了纸上 好 明日一早 将军情部署 教育明月兄 所有行动即刻进行 好 过去之后 你赶紧回去 免得被府里的细作发现起义 嗯 长宫 平安回来 这里 有我在等你 陆云 明月兄 会为你安排一门好的亲事 长宫 陆云 陆云 你这是做什么 长宫 你带我走 不管去哪儿 不管做什么 我都跟着你 你放心 我已经把军情部署 放在了卧房的桌上 明天一早 凤人势必会看见 焦玉表兄 陆云 你待在这里 天亮了 你叫开城门 便可回去 我知道 你这一去 不但是聚会小莲姑娘 还要打开天罗地宫 拿到青鸾镜 招出统一天下的秘密 我愿意陪着你 我绝对不给你添任何麻烦 陆云 回去吧 我究竟是哪里不好 你竟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你很好 好到 不该跟往常的人在一起 长宫 无须多说 孤此生 心中只有小莲一人 你再次等到天亮吧 没想到青龙护法 也会有容颜大悦的时候 怎么 我就不能高兴些吗 不 我的意思是说 青龙护法的心情大好 此番的行程 自然是极顺利的 你的伤好些了吗 多谢青龙护法关心 我的伤势已无大碍 那就好 你若能助我打开天罗地宫 完成祖辈心愿 重重有赏 多谢青龙护法 师父 来 师父 来 千万不能让他们得偿 好 我知道 不 你不知道 当今的皇上是个昏君 性情乖烈 杀人无数 若让他统一了天下 百姓将生灵涂炭 师父 只有长公才是人政爱民 他才是皇上的不二人选 师父 找机会 你一定要逃出去 找到长公 帮他 师父 师父 停车 停车 干什么 在外面赶车的还没嫌累 坐在车里的倒先喊起来了 我师父撑不下去了 他需要休息一下 不行 他装的 你叫住个吴雪来跟我说话 妙巫鹰的药还真是厉害 杨婉 休息一下吧 预 进龙护法喝点水吧 嗯 清龙护法 他们把自己的水喝干了 干嘛还喝别人的水 嗯 嗯 师父 嗯 师父 师父 师父你怎么了 嗯 水里 你有毒 嗯 什么 你绣口派人 青龙护法 我冤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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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里 果然有毒 嗯 嗯 师父 师父 你 快快 快 快跑 看来你们还真是搞不清楚状况 有我在 他跑得了吗 我今日倒是长了见识 所谓的天罗地宫四大护法 也不过儿儿嘛 颜婉 你居然干 我敢又怎样 只有你们想打开天罗地宫吗 颜婉 我怎么知道阎婉 会有所图 没想到 你竟然敢打天罗地宫的主意 啊 青龙护法 你已经是皇族 又是小春城的城主 还要天罗地宫做什么 嗯 不如就把他让给我吧 我会对你千万谢 颜婉 放开我 放了你 还早得很 我知道你是打开天罗地宫的钥匙 那你把解药给我师父 我跟你走 小练 他们死不了 只要你跟我走 找到天罗地宫 我就会放了你 你对那个天罗地宫就那么感兴趣吗 我想要的并不是天罗地宫 天下我并不在乎 你也知道 我最在乎的 莫过于当今的大洲皇帝 宇文庸 你以为你得到了天下 他就会要你吗 你嘴还这么硬 你忘了是谁 几次差点把你杀了 还不怕死 严婉 你敢上他 我和你不共在天 你不是最最厌恶元清所的吗 怎么这会儿又摆出了一副好师父的样子 我严婉今日不杀你们 便已是人至义尽 至于你这个好徒弟 现在只能乖乖地跟我走 走 师父 小练 师父 傻子 你 我早知道严婉没安好心 自然不会喝他的水 那你居然 还让清所 把水给我喝下去 我若不那么做 严婉 怎么会以为我当真中毒 甘心情愿挟持清所做我的前锋呢 怎么 想找我算账吗 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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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终于到了 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是开启天罗地宫的日子 到时候 只要追着阳光 就可以找到天罗地宫的大门 有了鳞商剑和镇文珠 你就可以陪我到天罗地宫 去看看秦始皇 到底藏了什么执掌天下的秘密 你以为 有了执掌天下的秘密 宇文雍 就会爱你吗 那他也要不了你 只要我打开天罗地宫 知道传言非虚 我就会杀了你一决后悔 宇文雍对我如何 你不是不知 你也不想想 你以为杀了我 宇文雍会放过你吗 那你就祈祷吧 让周国皇帝 在你死之后 还会对你情深似爱 岂江山于不顾 你想留下线索 让宇文雍来找你 就算我不留下线索 他也一定会来找我 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那就看看是你命短 还是宇文雍聪明 走 走 这里 就是天罗地宫的所在 怎么不见阎婉的影子 他把小莲带到哪儿去了 谁 母亲 长公 小莲被阎婉带走了 我跟到这儿的时候 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母亲 你可知道 天罗地宫的位置 天罗地宫 长公 你不是不想打开天罗地宫 拿到统一天下的秘密吗 怎么用 母亲 我要打开天罗地宫 以同天下 长公 母亲 我要圆你的梦 也要圆我自己的梦 长公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燕婉抓小莲来到这里 无非是要打开天罗地宫 只要我们找到天罗地宫的大门 就能找到小莲 救回小莲 走 无尘还真是仔细 幸亏换了这张地宫给我们 秦龙山如此隐秘就驱十八弯 要找到这里还当真不容易 这里有人来过 走 马上就要到正母了 天罗地宫就要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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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都不皓地宫就要出现了 在哪儿 天罗地宫在哪儿 天罗地宫在哪儿 走 走 走啊 走啊 阿勇 阿勇 哦 皇上 婉儿果然猜得没错 依皇上的聪明 不难找到真 不要以为见到皇上 就可以得意忘形了 你可是从大洲逃到齐国去的 你已经背叛了皇上 许久不见 婉儿当真出落头 更加突出 多谢皇上夸奖 可若是皇上单凭这几句甜言蜜语 就想把原青索要过去 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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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哥 此地危险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会走吧 四哥哥 青索是朕的皇后 朕护送她离开 你的皇后 你的皇后是阿诗呢 小莲 我们走 为了青索不住 朕可以不要天下 照样也可以策封青索为我大洲的皇后 你不会让小莲做大洲的皇后 不会让小莲坐上 天下皇后的宝座 天下 天下 天下在身外住 若能一窥一朵天下的秘密 自是极好 若不能 那也是朕的命 至于谁能带青索离开 那都要看看青索的心在谁那一边了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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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年 你我相识相知十三年 从你六岁那年 母亲将你带来无忧谷 一切早已注定 不是吗 四哥哥 我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半步 就算天塌地陷 我也不会改变 能不能带青索走 还要看青索答不答应 别忘了你的身份 若你出了什么差池 周国无军 定会成为一盘散杀 任人践踏柔力 殿下未免也太小看朕了 朕孤身前来 早有部署 更可能 朕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一个人回去 这是找死 四哥 四哥哥 不要 四哥哥 殿下这一剑若能砍下去 就是成全路人 宇文雍为了原青损 宁可死 古征战杀场多年 早就忘了什么父亲之人 你以为这样说 我就下了军手杀你吗 你敢 你要是敢杀了皇上 我言万与你不共戴天 连青索 都是你闯的祸 你还不赶快救皇上 四哥哥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从小就心地善良 要不是情世所弊 你也不会重逢陷阵 要不是 你不然目睹那些鲜血和尸体 又怎么会 戴上猙獰的面具 物是人非 我心中 早无善恶之念 再说 周国皇帝 本就是我骑过的敌人 你杀他 你是我们分内之事 朕不怕死 只恐死而有害 再没有机会 保护心爱的女人 人死而灯灭 你若死了 小莲或许会伤心 但光阴无浅 过不了多久 她自然会心境大 最后一个冷酷如斯的人 陪在她的身边 时时刻刻念及此事 她会开心 高长公 爱一个人并非战友 而是能倾尽毕生所愿 让她开心 令她幸福 你告诉我 身为一国之君 后宫废品成全 你怎么带给小莲幸福 哈哈 对天下而言 朕是一国之君 可对朕心爱的你 朕不过是个普通的男人 在朕年里 只有庆索这一位妻子 只要她开心 是生是死 朕并无所拒 厚颜无耻 你生性风流 就不敢欺骗少莲 你趁小莲失去记忆 肆意妄为 是亲人之危 青索虽然失去记忆 但并非晚 所知所想 切发自内心 她成为我的妻子 那是命 命 我与小莲从小青梅竹马 海誓甚猛 谁也别想把她 从我身边夺走 是你一念所知 认为小莲已死 才会对青索 视而不见 此次放手 令她心碎绝望 这一次 朕绝不会再给你机会 伤害她 你 四哥哥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一 啊 啊 啊 郁文雍 皇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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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文雍 啊 皇上 啊 啊 江西 清左 绣 小莲 请锁 小莲 请锁 小莲 请锁 小莲 小莲 等等 你们看 这是什么 这就是赢得天下的秘密 这是山川 这是河流 这些是地下的暗道 难怪是我拥有青软剑 便会拥有一统天下的秘密 这样的地图 要是落在山鹰用兵的将领手中 必然是战无不胜 莲莲 放 起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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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罗儿 罗儿 umi 楊 我不是 娃儿快把手给我 快 我自己 娃儿 快走 娃儿 你还用 娃儿 终手 终手 快 娃儿 终手 终手 真是德兰 全不费功夫 本来只想奉命 捉拿大棋叛将 没想到大仇皇帝在 我诸葛无雪 真是歪打正手啊 怎么 兰陵王要单挑这么多人吗 依我看 还是交出青鸾镜 和周国皇帝 向皇上请罪去吧 做梦 那 你就是犯上作乱 蓄意谋反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剑快 还是他们的剑快 上 去 去 封 刘 寂寅兄 保护殿下 撤 明队兄 穷客莫追 先救小莲 成功 你当真要骑兵 我不是谋法 而是天下 不该落入庸人之手 成功 我不灭他 他便灭我 金庸城之战截断后援 若不是齐将军及时回访 金庸城此时已成周国疆土 求我母亲逼我进天罗地宫 却在我出来之后 立即给我扣上谋反的罪名 明队兄 我若不起兵 还有活路吗 怪不得你临走的时候 部署兵力对准叶城 成功 拿下业城 势在必行 况且 我有青鸾镜在手 谁与争锋 殿下 小莲姑娘伤势颇为严重 只能进人事听天命了 一定要救火他 立刻着急全打击最好的大夫 找最好的药 是 是 秦苏 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快醒了 秦苏不会的 都说我不好 我刚刚不该把高成功 引到那边去 我 是我 是我 对不起四哥哥 我欠他的 我该还他 我该还他 大周皇帝 你肆意攻击金庸城 杀我兄弟无数 不是还有本事吗 怎么今日 竟会落得如此局面 不 不要 不要 放开他 殿下 宇文雍与我有恩 他曾两次助我离开长安城 传我的令下去 好好护送大周皇帝到积国边界 任何人不得伤害他 是 慢着 清锁是我的妻子 我要带他一起走 宇文雍 小莲心里爱的是我 不然 他不会跟我回到大吉 你还是走吧 我不信 你们输公 让我来学 你不要管 别说话 好好休息 我要学 学你 你们谁 都不要受到伤害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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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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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的心 好 好 你来学 我与兰陵王 都无怨无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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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跟 我 我 在一起 我 我 不要跟别人 分享 我的 父亲 我 我 我 乔 我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亲 母亲 孩儿不会再让你过隐性埋名 受人欺负的日子 我要得到天下 你想念为候 那 好 这就是天罗地宫的秘密 谁拿到青鸾记 谁就可以 一统天下 终于等到这一天 长官 我给你回去 木槿 不 你先去金庸城 与其将军会合 进行部署 驻守金庸城 我且整顿南军大眼 建军夜城 木槿好生休息 在金庸城 等待孩儿的好消息 长官 你果然没有辜负母亲的心意 我这就回金庸城 与其将军会合 你一定 也让咱们母子 扬眉吐气 发兵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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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先别说话 好好休息 有王子 从此以后 绝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 好 我堪 有王子 有王子 送回大厂 送回大厂